大学生张伯威独自攀登百孤大山 发生意外不幸身亡 国陪官司一省胜诉 南投消防局得要赔偿将近267万元 而面对判决 当时担任搜救指挥官的队长吴嘉宏认为 同仁们都是尽全力的来救人 如今却被说搜救不利 让他觉得很失望 也打击消防员的信心 南投消防局不排除要上诉 大学生张伯威独自攀登百孤大山 发生意外不幸身亡 他的父母质疑是消防局人员 延误搜救争取国陪一审胜诉 南投消防局被判赔将近267万 这让当时担任搜救指挥官的队长吴嘉宏 相当无奈 感叹是打击消防员的信心 为了在山区找人 消防局动用大批人力 轮流上山搜救超过一个月 因为没救到人就被冠上搜救不利的指责 让消防局难以接受 不排除提出上诉 而针对这起山难 有专家认为 这已经凸显出消防人员大多欠缺 山区追踪能力 以及长时间行动的耐力 因为消防队员基本上没有山区的经验 他也没有经常在爬山 对山也不熟悉 也没有山的技能跟体能 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 这部分要彻底做一些改变 除了搜救制度要检讨 专家也提醒民众要登高山 一定要考量自身的体力和经验 避免独自上山 遇到迷路 第一时间只要想办法通报自己的正确位置 不要让身体失温 才能提高存活的机会 记者蔡惠林陈保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